大家好 17点45分啊 天还亮着啊 天还没黑 也没黑透了啊 人类还有希望啊 这个上个月吧 一个吵闹的啊 引起舆论场啊 大家沸沸扬扬的 众说纷纭的 也是大家义愤填膺的啊 一个叫孙小果的吧 这个云南的一个恶少啊 一个顽固子弟 一个高牙内似的人物啊 比高牙内还要恶毒很多的 被终于 本来20年前就应该被枪毙 22年前就应该被枪毙 终于被枪毙了啊 但是这个央视 这个做了一个纪录片啊 我刚才仔细的观看了 有20多分钟啊 我给大家放几段 这个背景不简单 这个他们似乎 还在掩盖着什么 央视的这个纪录片 在避重就轻啊 2019年3月 一个叫孙小果的人 因故意伤害案 被昆明市关渡区人民法院 决定逮捕 他和同伙在一家 KTV打架斗欧 踢爆了对方的磅 将对方打成二级重伤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 孙小果注册有多家公司 经营多家酒吧夜店 是昆明夜场上 有名的大哥 貌似合法的公司 外衣背后 实质是一个 涉黑涉恶团伙 做着诸多违法犯罪勾当 开涉赌场 放高利贷 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 不一而阻 孙小果这个名字 已经公布 顿时引起轰动 许多国民人都有印象 二十多年前 就有个孙小果 犯下多起性质恶劣的大案 当年已经被判处死刑 这是不是同一个孙小果呢 其实死刑已经执行了 怎么他没死啊 有这样一个概念 诧异 非常诧异 这个孙小果 正是二十年前的 那个孙小果 他是如何离奇复活的 是否涉及公职人员 违纪违法 政法机关对孙小果 涉黑涉恶团伙犯罪 展开调查的同时 纪检监察机关 也成立专案组 与政法机关 协同办案 审发背后的保护伞 和涉黑涉恶腐败问题 对涉及的一百多名公职员 进行了审查调查 最终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六十人 组织处理 五十人 谈话提醒 二十二人 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十九人 查清了这一案件中存在的 公职人员 迅思亡 还有什么叫什么 谈话提醒 好像二十二人 这都应该抓起来 这一百多个人 没有一个冤枉的 行为 中间只要有一个人 是严格执法 他的这个事情就走不下去 每一个人 都松那么一个小口子 什么叫松一个小口子呀 这一百多个人 他说有一个人 要秉公执法 都不会出现这案子 那可惜想象 是这个体制出了多大的问题 是吧 一百多个人 然后这个 这个人说了 有一个人 要是能够把那个卡住 对吧 别有这种寻思方法的 这一百多个人 都没一个好东西 你说你们 他妈这帮人 你们是个什么鸟变的 你们还 他妈有脸 在中央电视台 做这种 他妈的 纪录片吧 真是 他妈臭不要脸 到家了 王八蛋 孙子 畜生 这是一群畜生 成千上万的畜生 最后他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梳理孙小果暗默跨越20年的过程 他第一次犯罪是在1994年 当时在昆明市环城南路 他和另外四名男子 光天化日之下 将两名女青年强行拉上车 开到郊区实施轮件 当时孙小果不是主犯 且未满18岁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然而 到了1997年 本宁在监狱服刑的孙小果 离奇地出现在了社会上 再次强奸四名未成年女性 其中一人是未满14岁的幼女 他还非法拘禁 并虐待侮辱两名女性 手段极其残忍 伤情 惨不忍睹 她的恶行当时引发公众 强烈分开 经调查 发现是孙小果的母亲 孙鹤宇和继父李乔中 在1995年 找关系 非法为孙小果 办理了取保候审 随后又非法为其办理了 保外就医 孙小果的母亲 对孙小果的话 这种爱是一种无原则的 给她找了一个假 说是非法办理的取保候审 什么保外就医 我现在突然间觉得 这个不叫非法 而是这个法本身就有问题 这个法本身 他就故意的留下了很多漏洞 很多可以模糊的地带 可以操作的空间 权力寻租 权钱交易 人情案 关系案 走后门 等极致 不公平 不平等 故意留下来的 如果一个好的法律 如果一个制定的严密的法律 你制定法律是为什么 是为了让他们作弊吗 是为了让他们走后门吗 是为了把真正的罪犯 让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吗 那这类似的事情不是发生过很多体吗 在全国各地 对吧 河北的聂树斌 内蒙古的呼格吉乐图 是吧 河南的叫宇作海 叫什么 对吧 还有杭州的 说是有一个什么女的女神探 结果把人家一个叔侄俩 根本就没犯事 给人抓起来了 还有有多少人都死了 他都没人替他说话的 那种所谓的冤假错案 刑讯逼供有多少 对不对 孙小国母亲孙鹤宇 原名孙学美 早先是昆明市公安局 公安度分局民警 继父李乔中 当时是武华分局副局站 1998年 二人就因包庇孙小国 1994年所犯强奸案被查处 孙鹤宇被开除公职 并以包庇罪判处有机徒刑 李乔中 听见了吗 开除公职 不到有党查看两年和撤职处分 给苏乔 实际上他们是犯罪了 你们拿党纪来糊弄 这个党纪 党内处分 就是法外有法 就是一种特权的表现 就是为了让这些人逃避法律的制裁 你们的党纪处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你们这不是法外有法吗 法上有法吗 对吧 这不是你们的家法吗 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动不动在什么中央电视台 什么臭不要脸的 就搞一些什么 这个什么谁谁谁 党内严重警告 你们他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凭什么呀 对吧 你们就拿一个法律出来说话 就拿一个法律出来 全国一个法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对吧 你们装什么孙子 你们他妈的装什么大个的 违规办理取保候审的两名警察 也被以毒职罪追究了刑事责任 孙小果也因1997年再次犯下多庄重案 于1998年2月 北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公众都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终结了 没想到20年后类似情节再次上演 而且这次更匪夷所思 是死而复生 彻查并公布孙小果案的真相 关乎社会对法治公平正义的信心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反线 为什么孙小果这样子影响震动这么大 真是可能就是触碰到了 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心理的底线了 调查发现 孙小果1998年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 先后经历了两次改判 第一次是1999年 孙小果被判处死刑后上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 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经调查 这次二审改判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 但并未发现迅思亡法情节 改判死刑后孙小果被 这个刚才说改判没有发现循私亡法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这个他们是为了保护一些人 绝对是为了保护一些人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真的 这个一审的量刑 我个人认为他犯了那么大的罪行 那么严重的罪行 完全就应该直接枪毙